嗨 大家好 我們做的是漫才表演 有人以前看過漫才了嗎 漫才 喔 真的有看過漫才 謝謝 謝謝 漫才呢其實有點像是中國相聲 它就是兩人一組的站台戲劇的演出 然後一個裝傻一個吐槽 可能有人看過日本節目的話 有看到什麼男女糾察隊 裡面有很多藝人其實都是做漫才出來的 那因為大家可能很多人沒有看過漫才 我們先帶來一小段演出 對 我叫康康 對 你剛剛有介紹的 你剛剛沒有介紹我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沒有關係 我要接 好康康我叫康康 我叫康康 那我們先為大家帶來一段就是小小人漫才的演出 希望大家會喜歡 大家好我是阿達 我是康康 我們是康康.com 大家好 大家知道這個時候要排除 讓我們覺得不是很尷尬 覺得很開心 很好 好 我們跟大家聊一聊網購這件事情好了 網購 現在網購很方便嘛 像什麼露天啊 雅虎啊 都有自己的賣場 網拍 對對 我常在上面逛啊 真的啊 下次約一起來 網購是要怎麼約一起來啊 一起用一台電腦嘛 不過擠啦 是怎樣 你用滑鼠我用鍵盤喔 都用滑鼠啊 沒有問題的啊 更擠啦 兩個人都用滑鼠是怎樣 玩碟仙喔 碟仙會自己動好不好 我知道啦 誰來跟你講那個啦 我在跟你講網購 網購 而且現在網購很方便嘛 就你買了之後你下標 然後他用宅配送到你家 很快 真的啊 像這樣 喂 館長啊 這是宅配公司 是是是 請問一下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在網路上面有購買一件商品啊 哦 有有有有 好的 那現在你在家嗎 哦 現在在在 現在方便 好 那我跟你約明天下午交貨可以嗎 怎樣 問我現在不在家幹嘛 我想說你不在家的話就不好意思過去打擾你了 我不在家就沒有辦法來打擾我啦 不用從那麼前面開始啦 直接到我家門口好不好 已經到你家門口了 好 電腦 看來 別衝進來了吧 太沒禮貌了 不好意思 在門口就好了 搞什麼 先生你好 請問那個管理人先生啊 誰是管理人先生啊 我是陳先生啊 陳先生嗎 那請問一下 陳先生 請問那位陳先生代家嗎 哪位陳先生啊 我就是那位陳先生啊 你就是這位陳先生 對啊 你就是陳業達陳先生 對啊 你那個不可置信的笑容怎麼回事啊 不是 你看起來不像是會買這種東西的 等一下 你還把我東西拆開來看我買什麼 我什麼拆開來看 你講的太難聽了吧 什麼 這叫偷看 不然是什麼 沒有 不小心的啦 不小心的 你那時候東西掉出來不小心看到嗎 不是啊 不小心忍不住打開來看 你就叫偷看啦 扎扎實的偷看啦 你觀念有什麼問題啊 我觀念有問題是不是 你還笑 你根本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吧 我觀念有問題 你才知道你有問題啊 你說像剛剛這個樣子檢討會比較好一點 只是換一種說法而已 根本沒有要檢討的意思吧 我跟你講 我要打電話跟你的主管客訴 欸欸欸 先生你不要客訴 快講 知道怕是不是 如果你客訴的話 我的主管就知道我偷看的習慣了 你知道嗎 廢話 打電話就是要讓他知道你偷看的習慣 不然談到怕 先生你先冷靜一點 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啊 我跟你說 我家只剩下我一個母親 那我一個父親了 你知道嗎 就兩個都在啦 少分開講啦 超正常好不好 先生拜託你 冷靜一點 先生我不能失去這份工作 你知道嗎 如果我沒有這份工作的話 我就只能在我老房的大企業裡面 當米蟲了 你知不知道啊 有夠好的啊 我還想像你一樣好不好 你夠不需要這份工作吧 好現在 拜託你不要客訴我 拜託你 我不想要失去這份工作 我不想要當米蟲 我想要當個有用的人 拜託你了 蠻有志氣的嘛 好啊 這次先原諒你啊 好啊 謝謝你謝謝你 那麻煩你牽涉一下好不好 有筆嗎 筆嗎 好 沒關係 我記得有人買了一支膏 你一點白醒的意思都沒有啊 謝謝大家 再打到名牌就好了 沒有上風 好 我們平常在做的就類似 像兩人一組的漫才演出 那剛剛很明顯他是裝傻吧 他只在說錯誤的事情 然後我是吐槽 無斷在吐槽他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在台北藝術節的時候 跟台北藝術節有合作做一個演出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消息 就是之前我們做了一個 兩階段式的演出 首先呢我們在公車上面 先導覽台北城 因為台北城今年建成139年嘛 你少在那邊一副不知道 你少在那邊給我做效果 你少在那邊講話 因為130週年 所以我們就在公車上面跟大家介紹 就是台北以前有哪些地方啊 比如說總統府以前是甚麼樣子啊 新公園以前是甚麼樣子 你不幫忙我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講到一個段落我再幫你接啊 然後之後呢在我們導覽完了之後 就會在12個行政區各選一個地點 然後選一個地點在那邊做地上的演出 然後在地上的演出的時候 就有帶來像我們剛剛這樣的 漫才的小作品 然後我們大概帶來了 三四個小作品 然後我們也會 彈其他唱歌 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是是 然後我們平常 平常我最近 這邊這個關節的部分 怎麼樣 有點痛啊 有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姿勢好了 對 大家聊得太嚴肅了是不是 大家知道第三節和第四節脊椎的地方 如果痛的話你去按它 你隔天 拇指的地方可能會腫起來 嗯 沒有人知道 哈哈哈哈 你分享一個大家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你的姿勢 你想怎麼樣 好不好 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想要大家說甚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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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對 怎麼可能沒有這種反應啊 我講認真的 我是講真的 怎麼可能有這種反應啊 沒有我們這一天就 所有人都做這個動作 你不覺得奇怪嗎 不能按超過太久 不能按超過太久 就這一節 沒人在乎啊 沒人在乎這件事情啊 好 不是在聽我們分享 你在做甚麼事情嗎 我是去拿太美式幾號 好 你試一下平常創作漫才是甚麼樣子啊 我沒有創作漫才 是可以分享一下 基本上就我一個人在創作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在這好不好 你可以趁我去喝水的時候 沒辦法辯駁的時候說這件事情嗎 OK就是我們聽到訪問的的時候 其實一起會討論啦 大部分的事情還是我在做啊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寫下來寫下來 然後我們會一起整理跟笑點 嗯 所以我們會想喔 這個語言的幽默邏輯啊 然後是不是通順的 然後觀眾都會follow的上我們 然後當整理完這個 就是文本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在排練成表演文本 表演文本就是我們在寫作的部分 當中就有很多其實是用想像的表演 因為我們在排練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執行上的問題 我們在排練的時候去解決它 然後會溝通很多事情 然後它怎麼吐槽我 什麼OK啊 看起來比較有趣 慢慢慢慢的整理做 我們演出的樣子 這樣子 雖然說剛剛開玩笑 不過漫才的確寫作上面 很多組合 包括我們這組合 是由一個人專門在賺寫的 其實就是它 那 那 少在一部很委屈的樣子好不好 對 那因為我們創作方面 也不只有是一個形式 就來看我們演出 可能知道 就是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形式 叫歌唱故事 就是我們會有點類似說書的感覺 然後裡面會放幾首歌 來講這個故事 一個講一個很離奇的故事 對不對 比如說 人釣到海裡面被撈起來 被發掘當成美人魚 然後最後被拿來當成公海上面的賭局 這種很離奇的故事 對 離奇道 你們現在其實沒有辦法在講什麼 對對對 這很正常 這很正常沒有關係 因為那故事長達15分鐘 我用30秒講完 應該怎麼在客 對 那這個故事呢 它中間就會搭一兩首歌 來當作這個故事裡面的一個主題和情節 對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 我來寫詞 然後因為它本身是個 有點會音樂的音樂人 對 所以它就會彈吉他 我就會配唱 然後完成這樣的演出 嗯 什麼意思 比你這個第三節好多了好不好 比你這個好多了好不好 感覺大家很容易cue 我就幫你鼓掌一下 還沒有cue你們 然後再跟大家想要延伸一下 我們自己專業的部分 就關於漫才這些事情 那漫才其實就很像相聲 但是呢 它的角色分工 像大家有看過相聲嗎 有嗎 有有 我們知道有痘痕和捧痕的嘛 我們痘痕的會開始講 因為我們大學的時候有講過相聲 他會講呢 講有趣的話 那痘痕和捧痕就幫他一起搭話 把他幫那個包袱抖出來 但剛剛看漫才我們的示範 就比較特別一點 它比較像是 有一個笨蛋 他在發生錯誤 然後讓旁邊的人來護照他 所以在角色的操作和喜劇的一些設計上面 其實很不一樣 對 那這樣的原理其實我們也運用在 不只像阿達剛剛講的一些歌上故事 然後我們也會把它運用在一些短劇作品裡面 嗯 對不對 我們把它寫成喜劇 中場片的喜劇 所以這樣的幽默元素 其實可以運用在很多種創作模式裡面 對 包括我們後來其實也有嘗試做現場節目 那現場節目其實有點像是遊戲啦 像是我們比較常做一個東西叫大喜利 這其實在日本的節目也常做 它的遊戲很簡單 就是主持人呢 他會出一些題目 然後那些題目呢 有點曖昧有點有趣 他會打在這個地方喔 上面 就譬如說 猴子燒屁股的時候 腦袋其實在想什麼 這種很微妙的題目 誰也不知道答案的題目 然後呢 獵襲就會有幾位 譬如說我們這次參與演出五個人 他們就會在那邊拿一個白板開寫 他們覺得什麼答案有趣 然後翻出來之後呢 讓觀眾決定說 這個答案是不是有趣 有趣呢 他就會得分 那最低分的呢 他就會獲得懲罰 那這遊戲看似很簡單 就是答案好不好笑嘛 那不好笑就完蛋了 但是事實上 很好 很好 謝謝你 但如果不好笑的話 其實他中間還有很多是 關於所有表演者彼此間的默契 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到裝笨和吐槽嘛 譬如說有人翻出一個不好笑的答案的時候 可能旁邊其他人就會吐槽他 然後一起完成這個遊戲 那就是有一種集體合作的 操作氣氛的一種合作模式 對 大家有看日本節目的話 可能有時候會看到東西 有看日本節目嗎 沒有 男女糾察隊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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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有一種瞧不起人的感覺在 沒有瞧不起人 我也寫過程式 喔真的嗎 對 你知道那個DOS嗎 喔是你寫出來了嗎 你還蠻厲害的 國中的時候學過 你只懂DIR而已吧 沒有 而且那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DOS 時間到了的意思 啊你看看你 我的問題就對了 搭檔不是共業就對了 不是共業 OK 那我們放話就到這邊結束了啦 好嗎 那有QA時間嗎 喔有QA時間 有QA時間 幾時開始 請說 請說他先 就為什麼會選擇漫才或是相聲 喔 好 我以前很喜歡相聲 就是那個以前表演工作坊 找一些相聲區的作品 什麼那一頁這一頁 那一頁這一頁 那一頁這一頁 然後影響很多 但是後來出社會以後 出社會以後啊 不用講那麼嚴重 畢業以後就好 畢業以後 我們希望可以在兩人站台喜劇這個模式裡面 站台喜劇兩人的 找到一個比較新鮮的方式 然後在創作的內容和表演節奏和笑點上比較熱烈一點 節奏比較快一點 比較符合我們現在那種 觀賞一些喜劇的那種感受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他在內容題材上面 比較容易去貼近我們生活很多話題 像我們剛剛示範的那個段子一樣 對 然後主要這兩點對我來說是我想要結束漫才 嗯 效果性啦 比較是效果性 因為漫才 降生在台灣其實有點被經典化了 結果有時候講的是比較傳統題材 然後在說的一些技巧上面 你就要比較偏傳統技巧 可是日本 漫才在日本呢 其實他一直被流行化一直被流行化之後 他其實一直走在大眾的口味上面 那所以對台灣 對日本流行文化的接受程度來說的話 其實這樣移植是比較容易被 比較年輕的族群接受 請說 我滿好奇就是 為什麼你的襪子上是籃球場 其實這個是買鞋子的時候 Converse送的啦 上面寫Converse 對 這是效果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說實在就是我襪子好幾天沒有洗 這個雙襪子大概兩年沒有穿了吧 今天正好被你發現了 我平常不是穿這麼俏皮的襪子 你平常不是會就是 跟女朋友用手指頭在那邊玩一些 對 我跟我女朋友毛病是不是 他說 毛病把鞋子脫下來了 那我們來打籃球啊 然後有毛病啊 他有毛病就對了是不是 我們就這樣弄他很有趣對不對 對 今天是你來分享個玩具嗎 一個粉紅色的玩具這樣嗎 公仔各位 那你兩個創作也比較慢才 對 時間長度其實不等 有時候可能很快 可能一天喔 但是有時候可能一兩個禮拜 因為它關係到幾個部分 一個部分你收集材料 你會選擇什麼樣的材料 對你來說 你預估給觀眾的刺激度 是應該哪個比較強烈 對 有些材料可能會 討笑 但是沒有當中討笑 選擇材料會花一點時間 然後在材料怎麼切入 然後你會開始構思 然後在不寫效點的時候 你還要花時間去整理 看彼此相 所以每一個階段的時間 其實都不一樣 有時候我們寫出來的時候 彼此看了以後覺得 嗯 預估效果可能沒有那麼好 就還是要重來 就要重來 或是重來 目分牌是修正的 請說 請問一下 你是不是就真的是屬於 七二代代家 想當的重來 哈哈哈哈 不然你們的這個表演場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啊 那你們怎麼去維持你們這個團體啊 好 先說一下你爸隱藏資產好不好 我爸 那去隱藏資產 空拍是不是 對 對 在蘇瑪利亞群島 類似那種地方的東西 可以介紹一下家族啦 我的家族本身 就是我 我父母啊 對我父母 我父親是警察 然後 就是一般一線三線的警員 我媽是 就是家庭主婦 沒有工作 所以 我是獨生子 就大概是這樣 哈哈哈哈 很簡單 我們家庭都很簡單 哈哈 其實一開始 要花很多時間在練習耶 嗯 所以我們後來決定全職投入啦 對啊 一開始真的收入會蠻少的 那現在因為有在接案 然後自己在做演出 售票演出 所以會 收入 比較夠過生活 這樣子 但在之前真的比較辛苦 可是在哪個地方演出啊 哦 我們 不一定耶 但是比較小型的發票會在 市政府那邊有一家叫 Comedy Club 專門在做喜劇的 叫Comedy Club 那個地方演出 那其他我們會做一些 定期的大演出 譬如說 之前我們在 中影巴德大樓 就巴德路那邊 中影大樓 裡面有個劇場 大家都不太知道 以前國民黨開會的地方 現在 沒有任何批評的意思喔 沒有任何批評的意思喔 真的真的真的 裡面 一個還不錯的劇場 一千人的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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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五百人 兩場加起來一千人 不好意思啊 兩場加起來一千人 對 然後以及我們今年的 十月底 十一月初 會在松山文創 就松山菸場那個 舊建築群裡面的一個 實驗劇場裡面 就倉庫改成的 比較是我們平常會做一些 商業演出 像是可能產品發表會啊 或是這種商業性的結合的 藝術節的記者會啊之類的 對 然後我們可能 用這個來賺錢 然後來貼顧我們 在劇場的一些 創作演出 對 因為劇場其實很多人 一起來 然後把我們都 很花錢啦 劇場很花錢 對 是 時間也到了 好 好 掌聲謝謝這個 rk.com的分享 還有他們的表演 謝謝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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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